前方路口执行车红灯大家都停下来了 却看到对象车道一辆黑色宝马红灯没停 快要通过路口时 突然碰遭一辆销货车拦腰撞上 两车驾驶都受到轻微擦伤 幸好不严重没有送医治疗 意外地点在台中北屯区太原路跟布子路口 是个大路口而且灯号清楚 警方到场对两车驾驶酒侧 开宝马的女驾驶有酒精反应但没有超标 远警将案件含送地检署处理 原来女驾驶前一晚有喝酒 隔了一个晚上以为酒退了 却疑似没有全退 因此酒测时还出现了酒精反应 但闯红灯亮或是事实 进口轿车被撞坏 还要赔偿对方货车 维修车损费用 TVBS新闻苏太盈台中采访报道